这是日本海军史上首次在夜战中失败的战役 打破了日本海军夜战无敌的神话 休得日本战后连战爆都不敢发 1942年10月11日 一支美国舰队突然驶进了瓜岛与萨沃岛之间的海峡 自8月的萨沃岛海战和东索罗门海战结束以后 日美双方就在瓜岛海域僵持起来 双方为争夺瓜岛你来我往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而这支突然出现的美国第64特混编队 正是为了掩护美军增援瓜岛的运输船 而特意驻扎于此 用来防范日本海军会趁夜对瓜岛发动偷袭 不过此时的第64特混编队其实非常紧张 因为到目前为止 美国海军从来没有在夜间战胜过日本海军 在前几次的夜战中 美军损失了超8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 可谓是惨败 这不得不让美军对夜战变得十分的谨慎起来 要是白天还好 有瓜岛的陆基飞机对周边海域进行支援 到了夜晚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甚至有几次 美军舰艇对日本夜间增援瓜岛的部队 选择了视而不见 而这一次 美军第64特混编队指挥官 为了能在夜间对付日本舰队 还特别准备了新的战术 他让整个舰队排成了一次行 把五艘驱逐舰分别放在了舰队的首尾两端 如果发现日本舰队 就立马用碳掉灯和照明弹来照亮对方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 让中间的四艘巡洋舰快速地瞄准目标 再用重火力攻击 配合驱逐舰的鱼蕾一起来协同摧毁目标 而仿佛是为了帮助美军验证这种新的战术是否有效 恰巧此时 就真的有一支日本的先前舰队 正朝着瓜岛海域驶来 想趁夜对瓜岛机场发动突袭 顺带再把这里的美国海军给一起端了 而这支日本舰队 主要是由三艘重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 在它旁边不远处 还有一支向瓜岛运送物质和兵力的增援编队 于晚上11点25分 美军的侦察机和雷达分别发现了两个不同方向的日本舰队 正一左一右地朝他们驶来 为了能够同时拦截这两支舰队 美军指挥官下令让舰队调转了航向 意图完全封锁萨沃岛和埃斯帕安斯角之间的水道 可没想到 就在美军舰队转向之时 意外发生了 本来说好的是保持阵型依次转向 可半路上 作为旗舰的旧金山号巡洋舰 却突然插队 打乱了整个转向队伍 而后续的美军舰艇 也只能跟着旧金山号的步伐进行转向 这让为首的三艘驱逐舰 直接被甩出了队伍 不知所措 只能先原地待命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美军舰艇发现 日军已经离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情急之下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随后 跟着旧金山号转向了剩余舰队 在转向完成后 再次摆出了一字形 准备迎战已经离他们不足五公里的日本舰队 而此时的美军指挥官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的舰队居然在无意之中 占据了极为有力的梯子横头阵位 随后 由海伦纳号巡洋舰 在11点46分 率先朝着日军舰队开火 其他军舰舰撞 也跟着一起开火 一时间炮火连天 奇怪的是 日军舰队并没有立马进行还击 原来早在几分钟前 日本舰队就在黑暗中发现了美军舰队 但他却以为那是他们的增援编队 即使是现在已经遭受到了攻击 日本舰队也依然认为 对面是友军 还在不停地发送通讯信息 就在日本舰队努力地想要搞清楚这一状况之时 突然就有几颗炮弹 砸在了为首的青夜号巡洋舰上 直接导致日本舰队指挥官武藤重伤死亡 舰体也遭受到了重创 燃起了雄生烈火 随后 青夜号紧急发射了烟雾弹 向右转向 试图先摆脱美军 再进行战斗 而美军这边 看到对面的日军舰艇 一直挨打不还手 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静夜以为 对方可能是自己这边脱队的驱逐舰 于是便逐渐停手了 错过了一次重创对方的机会 让日军舰艇对已成功掉头 随后美军令令自己脱队的驱逐舰都打开了识别灯 确认了身份之后 这才再次继续开火 可没想到 即使是这样 还是有一艘美国的驱逐舰 被自己的巡洋舰给攻击了好几次 差点引爆了水雷弹药舱 致使这艘驱逐舰重伤 与此同时 在北面 一艘美军驱逐舰邓肯号 也追上了从另一边逃跑的伊利号巡洋舰 并发射了一枚水雷 伊利号舰撞也立马进行了反击 多次命中邓肯号 使其重伤 随后邓肯号成功逃跑 而之前被有军击伤的法轮霍尔特号驱逐舰 此刻也逃离了战场 正向着安全的位置移动 而美军剩余舰队 为防止日军巡洋舰逃跑 便开始与日本舰队平行航进 进行追击 不久后又开始发动了猛烈攻击 这一轮 美国的炮火主要是集中在了 掩护轻夜号撤退的古音号上 致使古音号被多枚炮弹命中 燃起了熊熊烈火 不仅如此 美军的两艘巡洋舰 还顺便攻击了日本诺丹的吹雪号驱逐舰 一次性就把它给击沉了 随后 美军的驱逐舰又朝着日军古音号 发射了五枚鱼雷 虽然只有一枚击中 但却直接引爆了它的弹药舱 并且 后续又被多枚炮弹命中 致使它的动力系统出现了故障 动力顿减 眼见古音号陷入了如此险境 另一边已经远离战场的伊利号 不得已只能再次参战前来救援 对着美军为首的旧金山号 发动了猛烈攻击 但都没能命中 随后 美军打开探照灯 在黑暗中锁定了偷袭的伊利号 可还没等美军发动攻击 伊利号又是一波炮击 击中了美军排列第二的波伊斯号巡洋舰 使其燃起了熊熊烈火 致使这艘巡洋舰只能先行撤离 但这还不止 排列第三的盐湖城号巡洋舰 在上前补位时 也被伊利号击中两次 好在损伤并不严重 但经过这么一耽搁 日军已经跑远了 美军也决定不再追击 于0点28分 这次战斗就此结束 日本的青夜号虽然受伤严重 被击中近40发炮弹 但还是坚持逃回了日本 但古英号就没这么好运了 于0时43分 沉没在了大海之中 而美国先行撤离的波伊斯号巡洋舰 只是轻伤 不久后便被抢救了过来 而被伊利号重伤的邓肯号驱逐舰 就没这么好运了 于第二日上午10点沉没 而日本的另外一支增援编队 在战斗结束后 前去救援古英号的途中 被刮倒的先人掌航空队发现并攻击 不久之后便先后被击沉 于此 在刮倒六次大规模海战中的第三场 埃斯帕安斯角海战就到此结束 这一役 日本总损失一艘重巡洋舰 三艘驱逐舰和454头日军 而美军仅是损失了一艘驱逐舰 这一战 虽然战果不大 但却打破了日本海军夜战无敌的神话 在此之前 日本完全没有想到 美军竟然敢与他们进行夜战 于是 失败之后感觉无比羞耻 连战爆都没有法 对此 你怎么看 对此